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明星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著名主持人汪涵和谢娜的体面 这一次全都被央视举办的主持人大赛似的粉碎 他们的表现在这一些选手面前 真的可以用相当拉快来形容了 这一次的主持人大赛真的是百花齐放 参与到里边的总共是六位选手 而这六位选手给全体观众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的紧张 稍微一个不小心 很有可能就会把之前的努力全都报废 为了这一次的主持人大赛 这一些参赛选手一个个都卯足了劲 要知道这一次的主持人大赛完全就靠现场发挥 压根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准备时间 这一次的主持人大赛究竟有多么精彩 又为何说他们把汪涵与谢娜的体面撕得粉碎 多位主持人功底不扎实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不少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主打的就是一个靠题瓷器 比如说芒果台的台柱子汪涵 这些年他在舞台上的表现 真的可以用拉垮来形容了 明明给足了他时间去准备 但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 还是极其的敷衍 作为一个主持人 最基本的舞台功底都没有 全程都必须要拿着台词本 甚至还记不住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偷偷看一下 不仅汪涵是这样 谢娜也同样如此 前段时间 湖南台举办的双十一晚会 就直接让不少网友对谢娜的好感急剧下降 从事主持人领域这么多年 谢娜在主持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滑铁卢事故 台上的这一些嘉宾都被谢娜搞得非常尴尬 除此之外 还有朱丹曾经浙江卫视的头牌主持人 结果在台上的时候还出现过读错名字的现象 从这一些方面就可以看出 这些主持人的功底不扎实 他们在主持的时候完全就没有任何感情 压根就没有办法让网友身临起敬 看上去就如同在背诵课文一样 而这一次的主持人大赛 却很好地让观众眼前一亮 让不少网友明白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派选手 在这一次比赛的时候 他们只能即兴发挥 第一题就直接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必须要看题填空 而且还要发挥自己90秒的即兴表演 这也意味着 留给选手们的时间非常的少 全都得看他们的功底扎不扎实 在我看来 这一次冯林的表现非常的不错 可能在许多网友看来 冯林肯定是因为颜值突出 才能够成为主持人 但其实人家的功底非常的了不起 各种比赛他都能够力压其他人 而且现在学历也是研究生 很多的平台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就会把他给请过去 这一次冯林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当他拿到知音这两个字时 甚至都没有经过思考 直接就把这两个字升级到了一定的高度 讲述了国家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 他一开口 直接就把底下的这一些选手和观众都惊呆了 看来小姑娘能够一路杀到决赛 真的凭借的是自己的实力 没有动用任何关系 参赛选手实力非凡让观众眼前一亮 即兴表演对这一些主持人来说是最考验实力的 不仅要做到语言通常 而且思路也必须格外的清晰 除了冯林的表现非常不错 张慧欣的表现也非常的突出 在我看来的话 他所拿到的题目其实比冯林的难度还要大一些 这时候的他也没有过多的犹豫 一开口就给人一种保读诗书的感觉 把自己拿到的命题挫折 升级到了李白的身上 让大家明白 李白在遇到这些事情时是怎样的态度 而且他还很好地把自己的经验也带入到了里边 台下的这一些观众 一个个都被他给带入了进去 也正是因为表现非常突出 这次他的得分力压其他五名选手 等到他表演完之后 杨旭也上台了 前面两类选手的实力就给了杨旭一定的压力 不过杨旭并没有被打败 他所拿到的这一个题目是相仇 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共情 他提到了一道菜 同时还把这个主题给升华了 让大家不忘初心 站在台上的这一些主持人遇到这样的大场面 一个个都没有任何胆怯 从这也能够看出来他们的本事还是非常硬的 不然压根就没有这个底气 敢站在那里 当杨旭说完这段话后 以下的这一些观众 一个个都开始疯狂鼓掌 看得出来 他们很是满意 不少网友看完这一段表演后纷纷表示 这才是真正的主持人 他们的功底是全网都有目共睹的 和某些打着主持人幌子的明星真的完全不一样 难度升级参赛选手面路紧张仍表现不错 如果你以为这已经是难度最大了的 那才是真的错得离谱 第二轮比赛 站在台上的这一些选手 一个个脸上都有了紧张的表情 因为在这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比赛的规则都非常的难以理解 选手需要站在台上挑选出一个道具 然后针对这一个道具对他进行主持讲解 最重要的是 这一个道具还是会变化的 也就意味着你不知道第二个道具究竟是什么 你也完全没有准备的时间 如果说你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第一个道具上 那等到第二个道具出现 你压根就圆不了场 但如果不讲述第一个道具 就会存在跑题的现象 这真的是让人进退两难 不过俗话说得好 并来将挡水来土眼 第一个来到现场的是张亮静 他拿到手的东西是半杯水 针对这半杯水 他并没有把思想停留在水上面 而是表示 对于主持人而言 自己就如同这半杯水 一半掌握在自己手里 另外一半掌握在观众手里 必须要努力才能得到观众的支持 结果说完这句话 60秒不到的时间 水突然就被加满了 尽管表情管理非常到位的他 这一次脸上也出现了慌张的神情 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思考了短短几秒钟 又立马表示 满杯的水就如同主持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 只有融为一体才能更好的为观众服务 这句话一说出来 台下很快就响起了响亮的掌声 说完这段话后 他脸上的那一种紧张仍然没有吞去 其实在他讲述的时候 台底下其他的选手一个个也非常的紧张 因为台下的这一些物品 全都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 如果只把事情停留在表面 观众肯定不会买单 等到张慧新上场的时候 手里边拿的就是一个空的皮箱 这样的情况换谁都会一连忙 实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 而他并没有出现卡壳的现象 直接把这一个空箱子 说到了一带一路的工作者身上 说这一些人每天都在为了祖国奔波 每次换一个地方 就要带一个新的行李箱启程 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 让国家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强大 主持人大赛成为教科书母版 正是因为参赛的这一些选手 一个个都过于优秀 给其他人带来的压力也是无比巨大的 每一个选手看到自己变化的道具后 一个个都真的是发挥了毕生所学 但幸运的是 他们都没有让底下的这一些观众失望 从这也能够看出这一些人能够留到总决赛 真的是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靠的是自己的实力 毕竟主持人大赛在举办的时候 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 让这一些参赛选手压根就搞不清楚下一个题目 又或者是规矩是怎样的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持人精神 对于现在很多主持人来说 他们不仅要有着过人的主持功底 同时还要有着一定的救场能力 这一次主持人大赛的举办 也正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这一种能力 对于这一些参赛选手而言 他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压根就不需要所谓的提词器 如果现场出现这一类东西的话 他们反而觉得这是对自己实力的义重不尊重 能够参与主持人大赛的人绝非普通人 留到最后的就更加是天才了 正是因为如此 这一次比赛过后 大家才会觉得原来主持人和主持人之间的差距也如此之大 我们可以理解 主持人也是普通人 不可能对每一个台词都牢记于心 但如果干这一行 每一句话都需要看台词 这还有何意义 不是水都可以上的吗 你觉得这一些参赛选手的表现水最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谢谢您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